修佛的人 家里面供佛像 供菩萨像 人家说是迷信 你给他讲清楚 不是迷信 那是什么呢 提醒自己 是纪念老师 这个教育 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 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像 就像中国人 跟祖先一样 不忘本 这个心厚道 最初这个老师 念念不忘 是这个意思 供菩萨像 菩萨是代表一个修库 你像供地藏 地藏代表孝亲尊师 那为什么跟他讲 他时时刻刻提醒我 对父母有没有信孝道 对老师有没有做到弟子之道 他提醒我 供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代表慈悲 我起心动念 待人皆无 有没有慈悲心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普行菩萨代表落实 实践 真干 所以他都是表发的 都是提醒我们的 这哪里是迷信呢 这不是迷信啊 这是最好教学的方法了 所以这教学的艺术化了 你不懂艺术 把它看着迷信 错了 佛教的教学 是把教师跟博物馆连在一起 你看现在学校教学 学到那些东西 老师带着学生到博物馆参观 一样一样指点的给他看 古时候这些文物 佛教更方便 把博物馆跟教师连在一起 这艺术的教师 连建筑都是表发的 那大殿 为什么外面看两层 里面是一层 这什么意思 外面看二地 真地素地 里面看 真素一如 也都表这个意思 完全是高等教育 这现在没人讲清楚 一进山门 面对面 进山门 头一个你看到的是 弥勒菩萨 布袋佛尚 不可以把他当神看待 你要学布袋佛尚 你想敬佛门 敬佛门 要欢欢喜喜 要消灭迎人 敬佛门 度量要很大 要能包容 他教你这个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入佛门 才有资格学佛法了